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近期,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消息频出,热闹非凡 消息非常多 有的时候消息出来,过两天马上就辟谣 有的时候消息出来一上到网上,马上就删除了 我前两天做的一个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深圳召集房地产相关企业调研的消息 这些会议纪要在网上已经被全部删除了 也可以看出房地产这个局势非常诡异 越是这个时候,越说明房地产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所以我们对房地产感兴趣的,尤其是刚需房的 那么近期要擦亮眼睛,要密切关注房地产的走势 好,下面我们看几条消息 首先第一个 多位持有人已经收到恒大原定今日到宽限期的三笔 债券利息合计1.48亿美元 财联社11月11日电 中国恒大原定如今日有三笔债券利息到三日电宽限期 该三笔债券分别于2022年,2023年,2024年4月到期 合计债券利息超过1.48亿美元 多位持有人向记者证实已收到该笔债券利息 前不久恒大已经付了一笔利息了 那次是把这个飞机卖了 把许家印的由别人带池的这个豪宅抵押出去 借的钱还了这个利息 那这次钱从哪来的呢 据香港媒体报道啊 这次许家印把自己住的那套房子抵押出去了 这套房子据说值8个亿港币 可能钱还不够,可能还要再从其他地方去周转 这么说的话,许家印的这个自己在香港的豪宅是全部抵押出去了 飞机两架已经卖掉了 还有一架大的宽地客机正在招买家 实际上恒大爆雷以后啊 恒大的这个现金流它就已经断了 国内所有的项目都由地方政府接管了 即便地方政府没有接管的 它也挪动不了资金 它也卖不出去房子 它也融不来钱,它项目都是停在那儿的 即便融来钱,它也得交到什么政府指定的装管账户 它也挪不了 所以它现金流是断的 它现在拿什么钱还这美元债的利息呢 就是靠卖它自己的私人财产 抵押它持有的股权 它这个自己的这个飞机自己住房 抵押贷款 拿这个钱还美元债 但是这个美人债有的快要到期 没有到期的是定期就要付利息 我们看一下 恒大债券近期退付日期 它一共是 8笔 你看啊,看日期 10月11号的到期的 给了它30天宽限期 那就是11月11号 它是踩着点 把这1.48亿利息付了 那么 接下来就是 11月6号两笔 这又是8000多万美元呢 这就到12月6号 必须要付 它这个钱在哪呢 即便这个12月6号8000万的筹齐了 付了 它后面 1月28号又有两笔 这个是2.5亿美金 拿什么钱付 然后呢 还有到期的 2022年到期的本金怎么付 这些钱 因为恒大 它已经没有造写能力 它也没有融资能力 银行也不会再借给它钱 它只能靠许家瑜自己 卖自己的东西 那它还得清没这钱 那么还不清 就会导致什么呢 它给美人债付利息 这个可能是有关部门 约谈 给它的一个政治任务 就外债啊 你不能违约 违约了导致可能国家形象受损 国家的外资会 外资出问题 那么 恒大首要任务是保教楼 保教楼已经交给政府了 它也使不上什么劲了 那么剩下的任务就是 保这些美元债的利息 显然它是没有什么钱的 那它哪还有什么钱来给 恒大理财的投资者兑付呢 大家想一想 它没有钱兑付 所以接下来恒大投资者啊 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没有兑付房子的 可能就是血本无归的 从徐老板家来说 你什么时候找他 他的不可能说我不还这钱 我就这样了 没戏了 咱们散了吧 你该咋办咋办吧 不可能的 这种企业家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永远都说 给我时间 我能还 不要急 我想办法 但实际上呢 你看看 他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来不了钱 他也不能真的去印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恒大财富的这个投资者啊 还是要三思 把眼睛擦亮 你仔细看看 所有的承诺啊 他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如果能兑现 他早就给你了嘛 把钱给了嘛 不可能有违约嘛 既然造成违约了 他基本上已经 就履不了业了 没有办法了 只能赌国家政策变 这个地价 突然又暴涨 那数家业实养的 800多个项目 都是赚钱的 都翻倍了 还你这点 几百亿的这个理财资金 小意思 否则的话 都是没戏 我早在一个月前 我做了个视频 就说了 恒大这种 对内外有别的这种 对付方式啊 会激起这个 国内投资者的这种 维权 激化矛盾 这些投资者啊 慢慢慢慢的 他都明白了 知道你恒大 是缓兵之计 你后面也是没有钱给 因为你没有还款来源嘛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啊 这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有人在网上参议 参议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叫双十一 相距深圳恒大总部 时间是2021年11月11日 星期四 地点是深圳 中国恒大集团总部 深圳市南山区卓越后海中心 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金融局 信访局 南山区公安分局 金针大队等 参加人是深圳广东 受害者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受害者 及其家人和亲朋好友 社会各界爱心 正义人士等 参加刑事 全国各地受害者 自愿安排时间 踊跃前往 届时自觉参加各个现场的 集中会合 自发强力维权行动 深圳广东 当地的受害者 作为本地人 主动为大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指引 协调等便利目标和诉求 第一个 这我就不念了 反正这些什么成立 由深圳有关政府部门 金融信访 金针 住建等牵头 召集 恒大许家印和有关高管 监委会全体成员走劲的三方协商对话机制 制定基本规章 形成稳定参效 这个我说 这是一般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在网上发的倡议 这个现在网上也找不到了 他们要双十一到深圳去维权 结果据我所知 很多恒大理财的投资者 就已经人还没出发 就已经接到排除所的电话了 问他是不是要去维权 要注意安全 最好不要出门 不要去 那这个双十一 我看估计到现场的人很少 很难组织 一个什么原因呢 自己最主要的原因是 现在是疫情 全个个体到处在爆发 一个防疫就把你给整住了 对吧 你就动不了了 很多北京的 你只要出来北京 你回不来 不让你回 你到了广东 广东让你进不进 都不一定 你还没到深圳呢 没到总部呢 你可能在机场 就被人拦回去了 对吧 防疫的把你赶回去了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给维权带来很大的不便 这跟九月份不一样 第二个呢 就是各地维稳部门 早就把这个恒大财富的理财 投资者的名单 已经拿到手了 人家一有风吹草动 就先主动维稳 劝你不要去 这样的话 很多积极分子动不了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维权的人数 肯定是 就维权的很难组织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所以我 为什么 一直提议啊 维权要理性 要合法 你怎么理性 怎么合法呢 就在当地维权 就到找当地的住建局 政府已经成立了这个 叫恒大的专项处理小组 其中就包括这个恒大财富的维稳 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就应该找政府要失误 对付 在本地维权 成本还低 还能解决问题 你跑到深圳 一探两探的跑 飞机票 加上这个精力 劳心劳力 你搞个几次就不行了 不如当地的人组织起来 在当地维权 这是成本最低 最有效的办法 本质上 你找徐家印 用处不大 这是恒大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 其他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情况呢 房地产产业最新病情通报 接至目前 按危险程度 从重到轻分别为 第一个 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房企有 华夏幸福 恒大 太和 蓝关 三胜 新花莲 这已经病危了 这个都已经 基本上全已经爆了 第二个就 正在抢救时 抢救的房企有 恒泰 洪坤 澳元 富丽 佳兆业 当代制业 花样年 新利 中南建设 佳兆业事件已经病危了 谈不上抢救了 这个中南建设 最近网上有个传言 咱们看一下 根据内部消息称 中南要求6级以上的员工 出30万 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6级员工在中南之地内部 为高级经理级别 项目总以上员工 这个具体我就不看了 就是说 企业不行了 要求这个管理层 就是中高级员工 集资 来帮企业一起渡过难关 集资30万 你看不多 但他员工人数够多 中层以上的 怎么着都好几千人 那你这个每人30万 应该是有好几个亿 好几个亿的话 如果你作为列后 是可以去贷一部分钱的 那可能放大一下 放大三倍四倍的 能来个十个亿的资金 但是这个听说 又被中南之业 批谣了 不管批不批谣 总之中南之业资金困难 这是肯定的 他只批谣说 让员工集资这个事儿 但是他没有批谣说 他这个资金困难 第三个 进入重镇监护室的房企有 德姓 阳光城 雅居乐 实地 宝能集团 建业 邪姓 绿地 新城 这个好像也不太准确啊 因为 阳光城 我上一次 专门做过一个 阳光城内部员工的一个 写的信 对不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 阳光城很困难 那一件 宝能已经爆雷了吗 建业也已经在网上求助了 对不对 绿地 绿地的去年都已经爆了 绿地资金状况一直很差 他要不是说上海国资在里面掺了一脚 绿地早就晃了 第四个 进入住院部的房企有 金帝 融创 碧桂园 这个倒是事实 现在这个金帝 融创 碧桂园 不敢说他是进入住院部了吧 至少他已经在挂号了 专家号估计已经挂上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房地产一个业内的人是怎么说的 这个叫荣姓老板欧宗宏 他在敏系地产老板群里发言 我们就不念了 他指出了好多政策的错误 最后他来个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系列配套支持 无论是百强 五十强 二十强 甚至前十强 民营地产企业 爆雷是时间先后问题 强烈要求国家出手 帮助民营地产企业度过难关 你看 这个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的 民营房地产企业 都在爆雷的边缘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都要爆的 只是先后顺势不一样 爆雷的这个动静不一样 那么房地产企业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任由他这么下去吗 让他们爆下去吗 我们再看看 实际上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作为农州产业 房地产是不能倒的 可以健康发展 对吧 你看房地产后面是多少人 上游是土地财政 是地方政府 下游是什么 是建材 是家电 是那么的农民工 是那么的陈建商 园林 绿化 可以说中国直接和间接 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人 不低于一个亿 所以整个房地产行业不能倒 某个企业可以倒 这个企业自身的原因倒下是正常 优胜劣汰 但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不能倒 你不能泼洗澡水 把孩子也泼出去了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房地产的上游 这个一级开放商 现在什么态度 财林社电报 多家房企证实 沈阳房产局 今日召集房企开会 你放松 限购限售政策 就是放开了 财林社11月10日电 有传闻称 为应对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 沈阳市房产局 今日召集各大房企 线下通知 11月11日开始 放松限购限售等一系列 房地产限制性政策 对此 记者从多家房企获悉 今日沈阳市房产局 确实召集部分房企开会 通知房企将松绑限购限售等政策 但不会出台红灯文件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各地政府实际上已经扛不住了 地卖不出去啊 财政已经吃紧了 年前不解决的话 过年工资都发不出来 这不是危言耸听 第二个呢 政府你看 他不发红灯文件 川口知道 什么叫川口知道 把你叫来开会 对川口知道 我专门还做过一个视频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管理 把房企叫来开会 然后呢 会议精神给你们说到 然后说不要外传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个就是网上传的这个 沈阳房管局的这个会议纪要 关于取消房地产市场限制性政策的通知 我具体不念了 你们自己看啊 你看 解除限购 原沈阳市购房政策为外地户口 满六个月社保 可购买一套住房 购买资格由房产局核查 现改为申报纸 既在备案网下载承诺书 由购房者签字承诺 以具备购房 即可申请备案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前是由房管局来审 你有没有购房资格 一条一条给你对 有了 你才能去买 才能买完之后 才能来备案 才能网签 现在呢 叫申报纸 就是说 你有没有资格 你自己说了算 我不看 这不就是翻开了吗 我认为我有资格 后面我就不念了 这好多什么解除限售 就是二十房 五年不能卖的 现在可以卖 马上就能卖 解除限售 就是可以让你炒 然后放松什么弃税政策 个人按揭贷款 认贷不认房 以前说 你有两套房 那对不起 你就不能贷款了 现在是 你只要没有贷款 你都可以贷 你哪怕你有十套房 你没有贷款 没还完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 按首套房的政策来贷款 然后你按首套房 你看贷款的利息就优惠 然后呢 放宽备案价格 就是以前不让你打折 不让你做促销 现在都可以 你适当放宽 让你活起来 我们看看最后啊 以上政策于2021年11月11日开始执行 后续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具体技术操作问题 可与市场沟通协调解决 本次会议内容不可讨论 不可线上通知 微信微博朋友圈抖音等 不可公示严禁宣传 更不可借此炒作 2021年11月10日 看就是我说的 这叫窗口之导 把你房企都叫来 开会 不发轰的文件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这不就好的记者啊 好事的人就到 沈阳市房管局去问啊 到底有没有这政策 对不对 他怎么说的呢 你看 沈阳放松限购限售 沈阳市房产局否认 但多家房企证实 确实要松绑 财联社11月11日店啊 有市场传闻称 这就不说了 看他怎么回答的啊 沈阳市房产局相关人士 今日对记者表示 没有这个消息 没收到相关通知 不过 财联社记者 从多家房企获悉 昨日沈阳市房产局 确实召集 部分房企开会 通知房企将松绑限购 限售等政策 但不会出台轰盗文件 我想这个 绝对不是空间来封 不是造谣的 是沈阳市确实迫于无奈 要打响啊 这个松绑的第一枪 枪跑 扛不住了 但是呢 这个消息在晚上一发酵之后呢 估计是辽宁省 甚至中央 住建部 有可能对他进行创歌之道 你对下面创歌之道 人家善机对你进行创歌之道 不能这么干 所以他要收回 但是收回 他的心已经松绑了 这松绑是迟早的问题 他计算怎么操作的问题 因为地方政府啊 尤其东三省 我认为这个财政非常吃力 春节工资都不一定发得出 他不想办法自救 民营房企 房子卖不出去 银行贷款虽然放松了一点 但是买房的人不愿意来买 不愿意来买 个别想买的 还被你这各种政策限制住了 买不了 那他没有办法 只能说我来松吧 把这市场要炒起来 否则全部烂尾烂在我这 那后面的问题更多 如果房子卖不出去 房子烂尾 地方政府擦屁股的是更多 不如让房子走起来 让房子流动起来 这样地方政府 把房地产市场稳定住之后 有时间去从容解决 防止房地产市场硬着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 刚需房的 现在开始就要擦亮眼睛 随时准备入市 投资的呢 也可以多看 我认为年前机会就已经到了 市场如何变化 我们继续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